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以工业制造为主 所以赵琼斯跟咱们这块接触的最近 从股指期货上来看 他昨天的反弹几乎要达到了距离这个前高 最真正的前高还差一点距离 但是基于前期这个高点还差一步 还差一步 有可能咱们当时说了 在这块34000点到34100点这块是一个强制称 我说如果要34100点破了 咱们在33887这一块可以再加一次仓 或者说如果你认为你资金富裕 在34000点整住关口还可以加一次 我就是在34000整住关口这块加的 加完了之后 明确跟大家说 昨天我已经在周五的时候 已经在奔向前高的时候 减了一点点仓位 然后准备做一个短 比如说我在这加的是五成 在这我已经做了一个小短的 就是说就U道这一块 在这块我已经卖掉了三分之一 那么今天早盘我在七点的时候 因为我们大家可以看 七点的时候应该是它有个低谷 我们可以看 就是今天的七点的低谷 在这个块 就是34500这个位置 我又再次做了一个加仓 这个加仓是什么 就是把我刚才说的 周五减掉的那部仓位 已经又补回来了 原因是什么 这就是典型的右侧当中的左侧 这不是在右侧吗 这块已经形成 因为我们首先来看标普 标普毫无疑问 这是形成突破 是一个前高了 至于长到什么时候 这就没法聊了 这个没法估计 什么时候它死了 什么时候再说 道琼寺距离前高 还有一定的距离 这根阳线证明有资金介入 那么现在是右侧当中左侧是什么意思 就是现在已经是要奔着前高去 这个回调是给你的一个介入机会 那么这个介入机会 能不能再回到34300点 这块我都不知道 那么所以我就把这个三分之一的仓位 再给加回来 也许是错了 它还会在这 因为它有可能是会形成 这回的箱体震荡就变了 原来咱们画的是这箱体震荡 现在上一个台阶 上到这一个箱体 它有可能回踩这 回踩这呢 我就再加仓 因为总体上 我觉得美股在这个财报季 是应该往上走的 那么在今天的 导盘 优道是曾经 我当时卖出的时候 是在75块 我卖的 我们可以看 因为我一直在盯这个优道 扫盘的时候呢 最低它到了74块钱 我挂了两笔 一笔是73块9毛7 就是我当时卖出的 导手卖出的那个价 然后还有一部分呢 就是挂的是74块1毛5 当时认为呢 它还是有机会 再往下走一下 我们可以看 它最低点 这块是74块 零八分 这块呢 不知道为什么 反正我挂的74块1毛5 真正的 我中卖还有一笔 是挂的74块1 我也没买着 就是74块 1毛5的这块 就是在这块 是买到的 这个力度 往后有多大的 从目前情况来看 就从目前的这个成交量来看 我们看这个 独自期货这块 从目前的成交量来看呢 不是特别的好 因为这个盘前成交量 现在已经到了8点40分了 应当是有一定的交易量出现 那么就有可能呢 这一波啊 是走到这个顶背离的状态 就是小时的顶背离 这个背离呢 它会往上冲一下 它会往上冲一下 这种冲 不建议大家呢 追太多的资金 因为我刚才跟大家说了 我觉得它回踩第一 在这个位置 我们可以加一部分 就是把你前两天捣短了 那部分钱呢 加回来 到这儿 到这儿的话 我们可以大复加 那么你说捣短了 钱我没加回来 没加回来 你就等着吧 反正你手里也有钱 也有票 那么我们不着急 反倒是标普 反倒是标普 由于它创出新高了 我在周五准备做空的 一些单子 我现在呢 没有办法去进行交易 现在我只能等着这个标普啊 什么时候能有一个 确认的信号 我可能会加入一些做空 那么有人说说 你现在不是看好这个美股吗 大家可以看看 现在这个北美分析师的 这个论坛上 就是大多数都是吃证的 还有交易员的论坛上 他们都觉得呢 现在市场呢 比较困难 这种困难呢 并不是说美股就不好了 正是因为太好了 没有一个像样的回调 而产生的困难 周五的这个 周四的这个回调 如果标普能够回到这之后 再往起起啊 慢慢慢慢 往起起 我觉得呢 它反倒是奔着这个 4500点啊 概率比较大 但是现在呢 你要是想让它奔到这个 4500点 直接这么着冲上去啊 我觉得呢 有一定的困难 当然了 如果没有出现 直接上冲的情况下 还有一种可能是什么呢 它就在这块 在这个举行 就跟那个 赵琼斯是一样的 它有可能在这 今天早盘的时候 它其实已经回踩了一下 4340点 那么还有一种可能呢 就是再回踩一下 4312这个位置 4310这个位置 那么我们要在 这两个位置进行加仓 如果往上冲 有的人呢 是所谓的 就是北美这边叫本雷达 爱做这种本雷达 我是不太爱做这种 本雷达的直接突破 而是爱做这种 右侧当中的左侧 我们呢 如果看上它直接突破 由于现在美股在历史高位 我个人呢 就不主张再去追高 而是呢 像这种 一回踩这个支撑位 像它离前高还差一步 回踩一下支撑位 今天早晚的时候 就是我们一个介入的好时机 再不行的话 我们就在等一两天 一般的情况下呢 周二周三 应当会有波动 原因是什么呢 这周又要公布 这个通涨 又要公布六月份的通涨 那么在前两次公布通涨之前 都有波动 反倒是通涨数据出来之后 五月份就甭说了 六月份的是出来之后 变好的 就是大盘开始往上走 在这两天的波动当中 我认为现在美股 没有走坏 是我们一个加仓的机会 当然了 由于美股现在在历史高位 我们如果加仓失败 就是比如说到这之后失败了 什么叫失败 破了这个三万四千点 这个道琼斯 甚至来说破了三万三千八百九十点 这个位置 那我们就要止损了 那我们就要止损了 我们就不要再轻易地补仓了 如果到三万三千八百点 这块 它又折头向上的话 那么我们也可以视为 它这是一个横盘震荡 只是比我估计的要宽 现在我认为的震荡区间 没有那么宽 应当就是这样 上一个台阶之后的 窄幅震荡 而且我依然认为 在道琼斯 不止期货的 三万四千五百七十五点 其实今天早盘到我 如果大家起得早一点了 在七点钟那块 进行交易的话 是可以买到一个 比较好的价位的 包括标普也是 包括标普 我们可以看 今天早盘 如果你要起早一点 是在四千三百四十五点 这块 你是可以买到一个 比较好的价格的 这就是右侧当中的左侧交易 那么今天总体上来看 我并不认为 它是直接会往上突破 而是要进行一个横盘整理 所以说今天应当是 非常沉闷的一天 周二周三可能会有 这个波动 如果今天出现 上攻 我们获利的要减一减 如果出现下跌 我们也不要恐慌 我认为它是横盘 但是它如果出现下跌 当然咱们说了 这块呢 四千三百一十点 应该是一个强支撑 如果出现这种下跌的话 我们也不要恐慌 找机会再去加仓 破位 今天我认为是看不到的 因为整个的盘面不具备 让我们产生这种破位恐慌的情况 那么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分享到这儿 如果您喜欢我的节目请您订阅 点赞加转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感谢观看